大家好 我是羽燕營 來歡迎繼續我們這一小時的雙英出訪新變局 其實呢在我們剛剛聊到了 在今天馬英九他來到 是南京大屠殺的紀念館等等呢 我們會帶給您一個最新的現場 他在這邊其實特別講到了 目前兩岸他認為要如何避站 因為他到了這個紀念館 他想起了過往的這一段 那他心裡頭就想了 戰爭這麼可怕 到底為什麼我們不避站 為什麼我們不尋求避站 而且呢在這個特別的時間點 也就是今天等等 中午十二點半的時候 我們的總統蔡英文 他即將要出訪友邦 大家很多人都忘了他要去哪裡 他其實是要去我們的友邦 瓜地馬拉還有貝里斯來出訪 但很多人想到的都是 他明天即將要在紐約這邊的 哈德遜智庫這邊來要求演講 而且呢同時也要被頒發一個獎章 但問題來了過境這麼一件事情 在剛剛呢其實這個臺辦這邊 朱鳳蓮發言人他也已經講了 他特別強調他說了 蔡英文過境不是老老實實待在機場或賓館 而是以各種明目要同美國政府官員國會議員接觸 搞美台官方的往來強調堅決反對 而且一定會採取措施堅決回擊 很多人很擔心上一次佩洛西來的時候 臺灣好像被貼狗屁高藥這樣子 到處都在軍演那這一回呢 帶您來看到的是蔡英文今天啟程 在我們剛剛講的他現在去的時候 是過境紐約回來的時候呢 則是會經過洛杉磯 洛杉磯這邊除了要去雷根圖書館來進行演說之外 重頭戲就是他會跟麥卡錫眾議院的議長來會面 在外電的部分呢很多媒體也都在關注這一回跟麥卡錫的會面 有沒有可能會創造另一層的衝突 甚至比上一次是二點零板 又過著在先前蔡英文他們講的協調之下 這一次會好一些些 我們這小時呢 要持續來討論相關話題 首先要請教的是趙春山老師 你怎麼樣來看 蔡英文這一次的出訪 因為呢現在已經知道的就是有一些行程啊 比如說他們本來會前都會有一些跟媒體 開始briefing這樣的一個過程 但是這次被拿掉了 那會不會當中有變數 我想這個應該是在中美事先王毅啊 跟那個那個叫美國蘇利文啊 他們之間通話裡面應該已經做了某種程度的安排 或者是默契啦 就像上次這個佩洛西來之前啊 那麼拜登跟那個習近平拜習他們也通話嘛 所以應該這樣 還有更重要一點我想現在因為馬榮總現在在大陸 所以現在變成非常的敏感 嗯 所以我想大陸當然他把它分開來看啊 應該是分開來看 我不認為現在會他這個反應的程度啊 會到了說造成一直台海危機 像1996年那種狀況 因為那個時候是 李總統曾經到康奈爾去做演講嘛 其實在演講之前呢也是雙方面已經有默契了 總美有默契 只是那個時候因為這個 李總統當時講話的內容 名字所欲藏在我心啊 那麼大陸方面對這個比較 好像有點意見啊 那實際上後來我們事後來看也是一場戰爭邊緣遊戲 因為當時李總統跟大陸方面其實已經有 有管道有密使啊 那這一次我想應該雖然也是去啊 那麼過境 嗯 他現在看起來好像也沒有到國會去演講嘛 好像應該沒有安排到國會去演講 是 所以我不 我大概認為他還是在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 嗯 那麼大陸方面應該不會做出 我剛剛講的不會製造另一次的這個危機 他中國您剛剛講說會採取強烈的行動 對 堅決措施 堅決措施 那我不認為他會嚴重到 那麼變成是危機 是 好 其實我們剛剛特別有提到嘛 在這一回 馬英九到了南京大屠殺的紀念館 他有特別提到兩岸B站這麼一件事情 我們先來看看他當時怎麼說 關於南京大屠殺 這段歷史的書籍照片 我也看了一些 但是從來沒有一次 像今天這樣 有這麼大的衝擊 因為這是人類歷史上 罕見的野獸般的行為 中國人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所以我剛才在留言簿上寫著 歷史絕對不可以 遺忘就是這個道理 我覺得我們所有的中國人 都應該從這件事情上得到教訓 讓我們要自立自強 才不會被人清零 任人宰割 身為一個中國人 不管在海峽哪一邊 都應該自立自強 對於來自外面的清零 要勇敢的抵抗 我覺得這是我們要從 小學中學大學的教育裡面 就讓民眾了解這一個重要的事實 並且要採取必要的準備 但應該怎麼做 才能夠永保和平 避免民眾陷入戰爭的恐懼 您現在想 我的確是 我的情緒受到很大的衝擊 因為這跟看書看照片 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中國這個民族 歷史上都有很多的災難 但是從來沒有像這一次 這個 我們跟日本的作戰過程當中 受到這麼多的屈辱 迫害 而且這麼長的時間 大家都可以說 沒有完全康復過來 因此一方面 我們應該自立自強 讓我們做到不受 外族入侵的能力 但是也要注意 我們要保持一個 非常仁愛的心 不要去侵略別人 這才是我們從這個過程當中 得到最好的教訓 學生來的目的就是 希望他們在年輕的時候 就可以了解一些 也許我們在台灣 了解不夠的部分 然後作為自己往後發展的 一個重要的參考 學主席 在美都預言 兩岸可能會開打 大陸可能會無統 您認為兩岸該怎麼做 才能夠遠離戰爭的危險 我覺得兩岸都應該去避戰 然後去謀合 避免戰爭的發生 並且去延商如何 來避免這個戰爭 因為一旦戰爭發生 沒有其他任何事情可以彌補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是馬英九前總統 他今天來到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那在看完了展覽之後 你可以感受到 他剛剛其實情緒蠻激動的 有一度的哽咽 那其實他在看完這一系列的畫面 裡面有很多的圖文資料 他特別強調他認為 戰爭這件事情誰都不想要 所以兩岸應該要避戰 回過頭來在今天蔡總統出訪了 大家很擔心的是 會不會有另一次 像上次佩洛西那樣大陣仗的 兩岸之間 有一個說詞 兵兵戰危 好明年即將要選舉 2024這場選舉呢 很多人把它定調成和平跟戰爭 那我們請教鳳馨姐 您怎麼樣來看 馬英九在這個時候到大陸去祭祖 然後呢參加參觀了這個 南京大屠殺的博物館 強調避戰 蔡英文在今天中午即將出訪 十二點半 他會講什麼 我們大概可以了解 大概知道 他會希望說呢 我們中華民國要走出去啊 台灣要走出去等等等 您怎麼樣來看 對明年選舉影響 因為雙方傳遞的訊息 可能會不一樣 而中美對於馬英九 對於蔡英文的反應 可能會不一樣 這背後反映的是中美角力 這件事情產生的衝擊跟影響 那我剛剛其實呢 在前一段節目裡頭 有稍微的提醒就是說 三個面向來觀察 兩個雙英的對比 第一個就是突破性 誰能夠在安排上面 還有見到的人 然後以及這個彼此之間的規格 等等的有突破性 那馬英九出訪 為什麼是你看到 國際媒體四百多人這樣 不斷要去採訪他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就是第一人 就七十多年來的第一人 那蔡英文的過境 你會發現 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是什麼 比如說像華爾街日報 他今天早上的報導 當然是昨天的報導 我今天早上看到 他傳遞的最重要的訊息就是 會不會再發生 像去年一樣 那個繞台的這一個 圍台的軍演 然後呢 中國大陸會不會有過於激烈的反應 我覺得華爾街日報 他其實是在 這個就是鋪一個很重要的梗 就告訴大家說 因為可能會造成 中美之間的對抗 更加的激烈 所以要去鋪排一個 美國就不會過度的安排蔡英文的行程 這就是今天很重要的一個傳遞的 這是一個暗示 這是一個可能他們媒體跟 他們在操作媒體 其實美國白宮 他們操作媒體是非常細膩的 他對於哪一個媒體 要做什麼樣子的訊息 然後因為我曾經看過 他們的內部的這個操作的一些基本原則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新聞的操作是 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負責的媒體 不是像我們現在比如說發言人 他可能就對所有的媒體 他不是 他可能是誰跟某某某媒體 比較特別的熟 那由他來負責傳遞訊息給這個媒體 當我需要這個媒體 來釋放訊息的時候 就由這個媒體來釋放訊息 所以你會發現華爾街日報 然後金融時報 然後Bloomber 紐約時報 甚至於福克斯 他們可能都有特定的 國務院的官員釋放訊息給他們 然後他們可能拿到的都是獨家 那因為這個華爾街日報釋放的訊息 是要告訴大家 可能會有危險 怕衝突升高 那就鋪排出 Bloomber今天報導 那這是Bloomber的報導 我現在希望能夠 如果有更進一步的證實 可以去觀察 就是王毅跟蘇利文通電話 是 這件事情 而且是私下通電話 而且時間點就在上個禮拜五 而發生的結果就是 今天 昨天 美國時間的昨天 然後突然的 他們的這個亞太副國務卿 康達 他的這個蔡英文的行前簡報 就突然喊停了 這件事情在過去 因為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總統 過境美國 這已經是 幾乎每一年都會發生的事情 但很少有這一種 過境前夕 然後突然簡報喊咖 所以這背後到底傳遞了什麼樣的訊息 我相信這一定是 我們這一段期間 不斷不斷的會被解讀的一個重點 因為我相信背後有中美的角力存在 中美現在的情況 我們一定要小心注意的有兩個很重要的發展 第一個就是因為中國大陸他在成功的完成了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之間的和談之後 其實趁勝追擊 昨天習近平跟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儲通電話 然後接著呢 王儲就立 沙烏地阿拉伯這邊就宣布是 總計大概超過1000億人民幣 對於中國大陸的投資 當然有三家公司 一家其實今天早上已經看到那家公司的股價就漲停板 第二家第三家是合資公司 那還要等待他們的宣布 那是沙烏地阿拉伯這邊的宣布 那這件事情就使得再加上緊接著我們看到這一整個禮拜 或到下一個禮拜 那就是包括了新加坡啦 包括了馬來西亞啦 然後包括了西班牙啦 包括了法國啦 還有包括了歐盟 都是領導人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所以當美國感受到他的盟友 有很高度必須要跟中國大陸交往的期待的時候 美國這個地方完全沒有交往 他可能失去盟友的心 所以他們急著要跟這個拜登要跟習近平通電話這件事情 他會不會在蔡英文訪問我們的邦交國 然後過境美國之後出現 如果是的話 那想必跟這一次的蔡英文的行程安排是有關係的 這是第一個角力的安排 第二個角力的安排 其實也牽涉到現在 這是金融上面的經濟方面的 這當然就是我相對比較熟悉的 因為美國現在緊縮貨幣希望能夠控制通膨 所以不斷的升息還有包括緊縮貨幣 可是現在衍生出來的就是他的 在銀行上面矽谷銀行的倒閉 還有後續的這些金融風暴的這些問題 那他要去止住這一些風暴 其實確實是需要全世界大型經濟體的共同合作 那他怎麼可能掃掉中國大陸呢 這就是葉倫跟雷蒙多 不斷不斷強調說他們要去中國大陸訪問 那這件事情又會不會在蔡英文的過境之後出現 所以我不是說中國大陸多強 然後美國都需要中國大陸 而是說現在美國確實是有一些問題 他確實跟中國大陸必須要建立合作的一種模式 那這種模式會不會需要用蔡英文過境這件事情 來作為交換籌碼 這是我們可以觀察的重點 所以我覺得雙英比較當中有太多 其實牽涉到中美台定位這件事情 兩岸關係在馬英九訪問 他所訴求的和平能不能夠有一個突破 而蔡英文的訪問在中美角力過程當中 又會做什麼樣子的安排 這當然就是我們在觀察雙英出訪 這件事情上面很重要的觀察點 而這個觀察點就會決定 台灣在中美台當中的定位 出現了什麼樣的變化 好其實剛剛這鳳鑫姐一講完之後 他有沒有覺得說真的 我們必須要觀察 而且這觀察時間點不是在四月七號就停止了 而在四月七號之後 到底美中之間他們又會如何的往來 來請教大使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 其實秦剛昨天講了 他覺得現在美中關係是低迷的狀態 根源是什麼根源是美國對中國的經濟脫鉤還有科技圍堵 所以他認為現在美中關係是一個低迷的狀態 那我們也看到了在過去一個多月的時間以來 其實美國這邊近乎是有三次的派他們的特使 包括商務部包括我們前幾天看到國務院這邊 其實都開始有他們的比較中階高階的官員到大陸去 那到中國去最主要很多人都知道 雷蒙多想去 葉倫想去 布林肯想去 習近平想通電話 拜登想要跟習近平通電話 但什麼時候科比講了 沒有時間點 可是他們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有沒有可能就像剛剛鳳馨姐講的 真的蔡英文的出訪 反而變成一個美中之間較量的籌碼 你怎麼看 他基本上已經 美國已經事實上已經很清楚了 然後蔡英文這次出訪 作為跟中國大陸交涉的一個籌碼 那麼比如說我們剛剛講這個簡報臨時取消 這個一定是雙方的一個 這個外交折衷的一個結果 那問題就是說 美國從中國大陸拿到什麼承諾 這個一定是交換 這個不可能就是說 可以說服的 這一定要用 用這個真真實實的外交籌碼來互換 那當然了 就是說美國我們今天 我們也要認清現實 台灣一直是美國作為 跟中國大陸交涉較量的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那麼外交談判的籌碼 從來都是如此 我們不要幻想 未來更會是如此 那現在的整個國際局勢的變化很大 那麼中國大陸是把當作百年未有的大變局 我覺得最近這半年的最大的變化 中國大陸應付百年未有的大變局 就是對美國採取強硬做政策 強硬態度強硬 而且政策強硬 而且劃手為攻 劃手為攻的部分 雙方的正面的交往 也就是教練 中國交往 這個較量 中國大陸已經擺明了 是硬碰硬 基本上 你如果這樣子對我 我就怎麼對你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中國大陸已經開了兩個新的戰場 一個戰場是惡務戰場 中國大陸直接插手 這是美國的局 另外一個傳統美國在這個亞西亞 中東地區的美國的這個 這個主導地位 中國大陸也插手 那所以就是說開了兩個新戰場 我覺得是就是說舒緩在 這個東亞 美國選擇台海作為跟中國大陸較量的戰場 的一個戰略上的一種 一種安排 所以開了另外兩個新戰場 那另外就是說美國自己本身 食運不計 或者說自作自壽 他把他自己的經濟搞得很糟糕 現在美國面臨最大的問題 拜登政府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整個的這個金融體系 現在岌岌可危 會不會有骨牌效應 那麼會不會進一步造成 美國這個金融體系的 進一步的怎麼樣 危危危危機好了 是 可是這個時候 中國大陸手上有很大的 對美國金融體系 那麼是能夠轉為維維安 或者是被落井下死的很重要籌碼 這包括8600億美國的國債 政府的國債 另外整個中國大陸手上握有的 美金的 就是說美元的現金應該是2.6兆 這是在外匯存抵裡面的 美金 所以中國大陸如果說像美國人一樣做法的話 這個時候賣你2000億的美國國債 美國整個的金融體系 那可是進入災難性的 所以 葉倫已經講了很久了 是 要去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沒有同意 那麼 那麼雷蒙多也想去中國大陸 那麼 這個布林肯也想去 對不對 最近他的這個華志強 這個 美國亞太東亞事務的副駐親 是副駐親 施掌級的 好不容易進入中國大陸 可是 可是 可是他主要是在哪裡談 他這次連北方都夠不到 他在上海 是 而且是跟上海的智庫在談 所以 這個態勢你就可以看出來 美國現在很多事情 希望從中國大陸那邊 得到 不管是承諾也好 或者說是 一種不敵對的態度也好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美國要重新回過來 就打台灣牌 那蔡英文正好是一個 現手上的一個牌 那本來蔡英文是 就是我覺得這個民進黨 還有他們這些人在這邊 認為跟美國人在怎麼交往 所有的決定權 台灣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怎麼講 自主的 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叫 Discretion 就是說衡量權 可是 在我剛剛提了 就是說在蔡英文 過境美國這個上 美國是百分之一百 一百 百分之兩百的控制 你的蔡英文在任何場合 你講的話能夠傳出去的話 也要美國人讓你傳出去 你想講什麼話 你想有什麼作為 百分之兩百的控制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呢 就蔡英文能夠在美國做什麼 說什麼 碰到什麼人 美國也可以當做一個 跟中國大陸談判的一個籌碼 那美國的做法 其實談判就是有時候 你創造你自己空間 我突然過去沒有什麼 什麼什麼康達啊 這種啊 亞太柱青的一個什麼 一個briefing 一個檢保 以前都沒有 對 我今天就創造一個briefing 那中國大陸跟你談的時候 你就把他 你就把他 我說那我就不辦了 自己創造籌碼 自己創造籌碼 那美國說那你拿什麼換 那可能就說 中國大陸說好 那華智強就可以上北京 就這樣子啊 外交就是這樣 赤裸裸的交換啊 那美國這樣玩台灣牌 不是今天開始 我告訴你 從1949年開始玩到現在 會不會繼續玩呢 繼續玩 而且玩到 而且會玩得越來越過癮 為什麼 從來在台灣的領導人 從來沒有像蔡英文這樣子 被餘取餘求的 所以美國已經不必考慮台灣因素了 蔡英文既不會抗議 也不會要求 也不敢say no 美國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所以呢 我是覺得這是台灣的悲哀啦 不過這個角色 我也覺得 我們不要再聽這些政治人物在那邊 每天想什麼 這個歷史以來最好 堅若磐石 你看我又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要考慮到說 我們對任何美國的作為 我們要付出什麼代價 是 我們對任何人對我們的 這種提供的好意 我們要認為 我們要衡量一下 帶來的是利還是弊 要從台灣人的角度 要從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福祉 角度來考量 任何的外界關係 這個才是外交 可是呢 我覺得我們現在居然台灣還有一個 所謂的號稱將來要想要做領導人的這位先生 還說不能懷疑美國 這個已經到了一種荒謬的地步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把話都講得很明 就是說大家認清現實 不要被人家騙就算了 最可悲的是自己騙自己 現在這個民進黨 自己騙自己還要騙台灣老百姓 這就很恐怖了 是其實在我們之前一直在講嘛 蔡英文他先前 他們確實也講了 就有透過人去跟麥卡錫這邊做溝通 那是不是呢 就我們不要來台灣了 我們在這個加州這邊見一見 然後麥卡錫也說就在加州見 那一直以來 你看看我們這是歷年蔡英文外交出訪的一欄表 其實幾乎每一次都有過境 每一次的過境的基本上 大家都知道 這個就是美國同意讓你去那邊走走 那你可以在飛機上 或是你自己在哪個地方 去會見什麼人 或者是去基金會演講 去圖書館來走一走看一看 跟當地的僑胞握手等等 好可問題是這一回呢 我們剛剛講到了過境簡報 突然喊咖 這過往比較少有過境簡報 那現在有了 欸可是喊咖 大家就覺得微妙了 為什麼會突然有這麼一遭 那也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剛剛提到馬英九 因為他人在大陸這一邊 他希望能夠促成的是 兩岸再一次打橋 不要有太兵凶站尾 或者是希望大家能夠盡量的 往B站那一邊 我們持續往和平這一邊來走 好可是與此同時 蔡英文要去美國 所以在大陸這邊台商今天呢 他們的全國的台氣聯 已經發了一個聲明 莫在蓄意製造事端 他們特別強調 就是目前呢 佩洛西的事件 大家已經看到結局是什麼 那再加上這疫情 這幾年來大家真的 講的簡單一點 就是生活不好過啦 真的 大家希望說 那現在疫後經濟復甦 人家各國 我們剛剛聽到了嘛 鋒欣姐有特別提到啊 西班牙包括了先前 包括什麼 德國 還有現在呢 李顯榮他也去了 安華也去了 大家都去 為什麼我們不搭一波這個車 那所以他提醒蔡英文 不要再蓄意製造事端 來請教趙老師怎麼看 我想這個蔡總統 這是去美國 這個過境美國嘛 還有一個蠻重要的任務 就是所謂要 減少美方啊 對於這個未來可能代表 民進黨出來選總統的 賴清德的一個疑慮 我們看到Final Time 對不對 齊佳林那邊文章 講到了嘛 齊佳林說是有依賴論 齊佳林說是有依賴論 那我也問過他啦 我說真的有這回事嗎 他說這個 憲美他接觸了美國行政官員 他們確實對賴 有點不了解 尤其他的務實 財徒工作者 他會不會脫離將來 如果一旦他當選的話 會不會他的政策 脫離美國那個軌道 你台灣你要往 怎麼走 那麼儘管你是抗中 那你要抗到什麼程度 是不是已經超過美國他 美國也畫了一個界限 到時候到地面 他跟中國之間發生一個衝突 所以他這樣去 其實我覺得他有一個任務 蔡總統他當然 是不是要幫賴 將來在美方做一些澄清 或者是解釋 因為賴講嘛 賴講說他將來一定會追尋 蔡英文總統這個路線 這個路線呢 應該是包括對大陸的路線 也應該包括對美國的路線 我現在有這樣一個作用在裡面 那至於此行 我可以判斷 我剛才也同意他們的看法 此行我想美國 一定會在口頭上面 一定表示對台灣的支持 對台灣的支持 但是究竟要 這個台灣要付出什麼代價 我導致現在要注意的地方是 那這樣去 當然美國會給他支持 但他能夠帶回來什麼樣的禮物 我就說蔡總統回來 美國他支持到什麼程度 究竟是一個戰略模糊呢 還是有某些地方 他也有一些戰略的清晰 我覺得這個東西都要考慮 都要注意到這方面的一個趨勢 那至少馬總統現在帶回來的一個訊息 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兩岸和平 要避戰 不斷的談和平跟避戰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訊息 那我 他這不是代表國民黨 所以在實質上面 你說會對我們台商 台胞 對我們台生 加上兩岸的親人交流 這方面我倒沒有做很大的期待 因為他是他代表這個基金會嘛 不像我們上次跟下副主席 我們去的時候 在這方面是帶回來一些了 就是對台商 對世家的什麼的 出口 商務啊 略業啊 農產啊 兩岸的青年 已經看到像一個具體的一些成果 那馬總統這次去他的格局 可能 雖然他是個卸任的 可是他的格局 格局還是更高一點 所以可能會談一些大的方向 比如說 B站啊 談這方面的這個 實際上的話 到最後可能還是要落實到 當然是要到國民黨 因為國共有個正常的 有一個比較制度化的交流平臺 所以我現在兩邊比較說 這邊得到了什麼 那蔡總統這邊得什麼 將來我想可以做一個比較 因為這個比較對於 就會影響到未來的選舉 就會影響到未來的選舉 因為譬如說我假定來講 譬如假定 那麼國民黨方面認為 馬總統帶回來的這個和平 大陸方面也有具體的回應 和平回應 好 那這個到明年的選戰 那真的就想和平的 跟這個戰爭的一個選擇了 那如果這個蔡總統這次去 那帶回來的是老百姓 我們美國方面就是 我們要開始要準備打仗了 美國談回來的 都是一些戰爭有關的訊息 包括說美國要賣我們武器了 等等 那你這個方面呢 老百姓他又有可以選擇了 又可以選擇了 所以我覺得他這兩位 一個現任的元首 一個是現任的元首 這趟執行正好在一個同一個時間 帶回來可能是一個不同的訊息 而這個不同的訊息 很可能就會反映到 即將到了台灣的選舉 那看兩邊陣營呢 你看怎麼去操作 能夠把這個化約為選票 因為最重要是老百姓的選擇 是 不能回來這個 船去這個什麼水無痕 那就 就沒什麼意義了 我想兩方面大概都會做這樣的 這個等於是操作 運作 請教鳳姐姐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因為我知道這一次其實大陸 他在官方的處理上面 基本上他們是非常的謹慎 甚至近乎低調這樣子的一個程度 那真的有可能像剛剛春宮講的 如果他帶一些什麼樣的訊息回來 他們會不會其實對於明年的選舉 在這個時間點上 他們講任何的話 他們其實也蠻介意的 您怎麼樣來看 在這個雙方四月起好 很多人期待了 兩邊的這個記者會開了之後 大家對於他們的感受 當然我們這個影響 您剛剛特別提到 會是在之後 maybe兩個月或者是一個月內 我們可能都是一個觀察點 但你覺得在那個當下 大家會有一些強烈的感受 或比較嗎 會影響到大家的民心嗎 因為這一次 百安九是私人訪問 所以他其實不會有 太多的官方接觸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 他到每一站 也許都會接見他們的省委書記 對不對 比如說江蘇省省委書記 那他下一站到了武漢 也許就是要見湖北 湖北省委書記 然後接著到重慶 他可能就會有每一站 每一站可能都要見他們的 當地的這個書記 那來作為他每一站 每一站 可能有這樣子一定程度的官司法 官司上面的對談 可是這個對談 都不到那一種就是 我要給予你什麼樣子的簽署 或什麼之類的都不會 不可能 所以他不會有這樣子的一些行程 可是他可以傳遞他的訊息 而他的傳遞訊息 除了藉由這一些 省委書記 市委書記之外 還包括了他們的媒體 還有包括我們的媒體 我覺得這就是 所謂的帶回訊息是說 當馬英九在大陸說這些話 我覺得大家必須要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我相信大陸知道 馬英九的個性 他不太會是受中國大陸 完全框架的人 他一定要尋求突破性 這個是他對於 就是中華民國的責任 這就是為什麼他不太可能是那一種 就是好像什麼都受到他的拘束 束縛的人 可是這種束縛他不受限制 那中國大陸雖然不滿意 但能接受 這就是訊號啦 對不對 兩岸之間本來就是如此啊 不滿意但能接受 其實就是一個訊號 那就是交流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會有一些 不滿意但能接受的一些地方 讓這些交流 可以讓台灣民眾覺得放心說 哎呀我們不會被矮化 哎呀我們不會被降格 哎呀我們可以維持在我們自己的生活環境當中 可以過一段和平交流 而尋求未來可能性 這樣子的一個日子 這不是台灣人的期待嗎 那這種訊號帶回來了之後 就是不滿意可接受的 這一個大陸的這種交流模式 他就可以成為未來 在選舉的時候只要接受馬英九這種模式的候選人 自然就可以把它變成他的利器了 那誰會去接受他的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誰得分嘛對不對 你可能是侯友宜 可能是郭台銘 可能是柯文哲 就看誰能夠從這裡面得到啟發 然後找到這種交流模式 而且馬英九如果證明這樣的交流模式可行 那他當選總統之後 就自然可能成為這樣子交流模式底下的受益者 所以我覺得所謂的擷取信號 不一定是他們官方說了什麼 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因為官方說了什麼這件事情 他確實是需要可能用政黨對政黨的方式 然後或者是未來 因為你知道現在民進黨政府 他已經無法再尋求突破了 這個是我們很清楚看到的 七年多來的一個訊號 但是如果說政黨對政黨之後的 然後能夠像是 連在2005年那時候去 中國大陸那時候是政黨對政黨 然後轉換成為2008年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的基礎 同樣的道理 你現在的這個模式 他可以變成2024年 如果是接受馬英九的 這個模式的候選人 成為他的交流模式 那就會變成他的利基 是 所以對於未來選舉的影響 基本上大家現在都在看 因為剛剛講到民進黨 他可能在兩岸的部分 他目前難以突破 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可以突破 就是他一直強調的台灣議題 來帶你來看到的是 朱斐季的代表處現在覆明了 可是有人認為說 這個不得了 因為我們現在再次證明 中華民國台灣 好 可問題是呢 也有前外交官陳建仁 他認為沒帶他的意義 他覺得說這改回來 然後呢 但是呢也有人認為 有必要的利益之存在 來請教一下我們介大使 您怎麼樣來看 這麼一件事情 當然今天綠營這部分是 非常重視他覺得這是一大突破 我覺得基本上的話 以前我們也不叫中華民國台灣啊 我們以前就叫中華民國 在斐季的代表處 所以我不曉得這是恢復什麼 所以這個說法上就是 我覺得老師有一些小軌跡在裡面 我們以前就叫中華民國 駐斐季代表處 沒有加台灣啊 那我不曉得他 那民進黨今天在講什麼 叫恢復啊 他恢復什麼啊 對不對 你要搞一個在憲法上 在中華民國 我們今天在台灣 在憲法上不存在一個名稱 你不是混淆你自己的這個好 國家名稱嗎 你混淆你所有人的這個國家認同嗎 然後國際社會上就會看成一個笑話 你今天叫中華民國 明天又要中華民國台灣 後天又要台灣 再後天又要台北 你到底叫什麼 你要恢復的話 那你就恢復 你要恢復的話 那真 我還蠻了解這一點啊 所以民進黨又在搞花樣 一點意義都沒有 一點意義都沒有 你在外面用什麼名稱 還不如你在國內啊 你對老百姓來講清楚 你的國家叫什麼名字 你是不是還要搞台獨 對 你搞不下去的話 你就說明我放棄台獨了 對 你不要在這邊 在那邊搞模糊 對模糊對台灣社會是最大的傷害 對台灣在國際的處境也是最大的傷害 人家搞不清楚你要什麼 我們台灣老百姓現在怎麼樣 搞不清楚我們國家是叫什麼名字啊 有人認為叫台灣 有人認為叫中華民國 有人叫中華民國台灣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這樣搞的 從政府開始搞混淆自己的國家認同 對 世界上只有一個道理 你的憲法叫什麼名字 你這國家就是什麼名字 沒有沒有模糊空間的 可是民進黨就這樣搞最最大最好 最後結果是削弱台灣的團結 台灣團結不起來了 像民進黨這樣搞的話 團結不起來 然後還製造分裂 我是覺得這種玩法可以放棄了 那剛剛講到賴清德來講的話 美國人在過去對台灣的政策 他才不管你是台獨還是什麼叫什麼 你只要跟中國大陸對立就好 他是反對統一 可是你要站在我的角度上 你要跟大陸做什麼敵對狀態 你想做什麼動作 由我美國人決定 賴清德的問題是什麼 難以控制啊 他今天 台灣美國從來沒有還沒有支持一個 明明白白主張 我是台獨工作者的 因為這個對美國來講 不符合美國利益 一個中國政策 也不是一個中國政策 基本上你有太強烈的政治主張 美國喜歡像這種蔡英文這種 沒有忠心思想的 只為自己權位 然後呢 總統快幹完就說 2024以後我不管了 他要的什麼 就是要那個位子而已啊 他養活一大堆人 一起來吃中華民國 老百姓的血汗錢啊 你看吃成什麼樣子啊 對不對 那種人的美國支持啊 你要搞一個意識形象 這麼強烈的 跑到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可以跟一個流氓立委 蔡朱新宇打的頭過 兩個打成那個樣子 然後呢 不曉得堅持什麼 你也沒有任何的說實話 真正的政治學或者說啊 深厚的學養 你到了當台南台南市長的時候 你可以不去議會監督幾百天 對不對 然後呢 現在要要怎麼樣 人家依賴論開始以後 你就慌了 嗯 你就用發表了一個全世界最荒謬 最無知 最沒有任何民主素養說 反對以美論 我自己的國家我都可以懷疑了 我還不能懷疑外國啊 搞得人家孫小雅出來說 對不起這是言論自由啊 這是思想自由啊 言論代表思想自由 你一個政治人物 所謂號稱民主政黨的政治人物 怎麼會講出這種話 你這種表現是人家美國對你懷疑啊 所以呢 問題出在他自己本身 嗯 所以呢 我們也要好好想想 這種這種 這種性格特質的 這種政治主張的 這種缺乏對民主政治 或政治基本運作的素養的這樣的人 適不適合拿出來 可是呢 我要跟 我要跟 今天很多 馬英九這次去 我們沒有聽到國民黨內部 還有什麼反對 可是以前是有反對聲音的 我是提醒啊 連民進黨都已經發覺 去年的二合一 九合一大選後 台灣民意有重大的改變 已經 民進黨的這個抗中保台 這個招牌已經毀了 連這個台獨的金孫都已經出來喊和平保台了 那馬英九今天去求和平 也還不應該出來好好的 去體認一下 台灣民意的變化 然後馬英九這一次去 77%的老百姓統統統一 是 我們在兩個月前 民意就告訴了 台灣的 超過55%的老百姓 希望兩岸走和平的方向 而且55%的認為應該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去跟中國大陸重新重啟 這種和平的互動 這是民進黨都看出來的台灣民意的重大改變 國民黨有做任何的回應嗎 我們只看到馬英九做了一個回應 而且馬英九很早就做了回應 那我覺得當然了政治是現實的 可是沒有理想 只想求那個位置 只想做那個官 我覺得台灣老百姓還是不支持的 而且我們看到最近的很多民意 很多老百姓在問他說你支持誰 他們說我沒有正常傾向 我支持會做事的人 所以如果有人認為馬英九或者說 國民黨有什麼歷史傳統或者政治主張 基本價值是影響他會不會當選的話 這些候選人可以辭職回家了 老百姓是問你夠不夠格 你是不是能夠得到老百姓的信任 你有沒有做過好事 你給你那個位置的時候 今天把你選上去的時候 你有沒有讓我們 讓我們感覺你真誠在服務 這個才是你會不會當選的 是 這才是你會不會當選的 唯一而且百分之百的理由 你不要老是怪政黨 怪別的政治人物 人家有中心思想 人家有政黨的立場 你說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去反對 這種政治人物 我覺得今天看看馬英九 馬英九雖千萬人無往矣 他有中心思想 他今天到了南京大屠殺屠晚 他不曉得他為什麼 他知道孫中山講的三民主義 他每天見了 他以前做主席的 每次到國民黨總部 就對孫中山舉功流淚 對 那個不是作戏 我今天認為他不是作戏 因為他知道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第一個主義就是民族主義 民族都搞不清楚 就不要從政 中華民族基本上 所有的過去的歷史 台灣也完全跟中華民族命運一樣 今天台灣沒有修什麼圖 我問你這個 這個交八年事件 日本人在台灣殺是數萬人 那為什麼我們會忘懷呢 我們是台灣人 沒有錯 我們也不要忘記 我們祖先遭受的苦難 你不能就一隻眼睛一閉就沒有了 這個就叫民族主義 所以我覺得馬英九今天給國民黨 各個不同各種不同世代的 國民黨的這些黨員 想要從政 樹立一個非常好的標杆 要大家好好跟他學習 好馬英九這一次呢 他說他等了37歲 開始做兩岸的事務 等到73歲才能夠到大陸 去走走去看看 所以他的情緒非常的激動 但是呢問題是 我們也想知道的是 他這一趟他去 他希望能夠傳遞一些和平的訊息 希望能夠代表 台灣部分的民意告訴他 其實不是所有的人都希望說 打仗或者是說兩邊呢 也一定要爭鋒相對 其實也有很多人是希望能夠維持現狀 又或者是希望能夠再搭起一次 友誼的橋樑 好到目前為止 其實在包括了美國這邊 我們看到他們釋放一些訊號 美中之間呢 其實持續的在經濟上頭在較量 包括昨天美國國會他們還通過了 說不要再讓中國變成一個發展中國家 他們已經拿太多好處了 經濟戰還有科技戰持續的在打 到底美中台三方關係會如何影響 蔡英文的出訪會如何影響未來選舉 明天持續鎖定雙音醉台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